美国纠集各国搞的环太平洋军演2024 虽然没有邀请中国 但是中国海军果然没有缺席 大家好,我是石头 这两天,环太平洋2024军演落下了帷幕 美国纠集了14个国家 浩浩荡荡地搞了一次所谓的军演 那么在这次军演里面 是搞了这个协同的战术演练等等科目的训练 那么更引人注目的是 美国不惜血本拉出了一艘退役的两栖登陆舰 让各国来练手 搞了这个所谓的沉默练习 也就是把军舰给打沉 那么在环太平洋军演结束的时候 当然是要摆出一副阵仗拍几张宣传照 但是细心的网友们在这张宣传照里面 果然发现了中国海军的身影 那么有网友就开玩笑 其他国家是应邀参加环太平洋2024军演 中国海军叫做应邀参加2024环太平洋军演 那么熟悉环太平洋军演的观众们都知道 自从2016年之后 美国方面就再也没有邀请过中国方面来正式参加环太军演 但是中国海军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收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这个军事相关情报的这个机会 我们一般都会派出至少一艘815级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做星座级的情报侦察船 抵近进行侦察 甚至在军演过程中会穿插进军舰的队伍中 进行这个相关的包括电子信号雷达情报 导弹性能等等的一手信息的收集 那么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2024自然也不例外 已经在照片里面我们发现了一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815A型情报电子侦察船的 这么一个身影 那么这样的一艘侦察船 虽然外形上看着没有军舰那么威武 但是它却有极高的这个电子情报侦察能力 那么最显著的外观特征就是头顶的三个大球 以及高高的这个桅杆 那么在这个桅杆和大球里面装备的 都是各式各样精密的电子侦察设备 那么通过我们815军舰抵近侦察 是可以很快的收集到相关的 包括他们的这个雷达的参数 以及相应的试射的导弹等等的性能 而作为关键的是 815A的这种抵近侦察 能够让我们收集到这个一手的关于如何 击沉这个两栖登陆舰的这个情报 那么一方面能够了解美国及其盟友 针对大型平甲板船只他们的进攻策略 二方面也能相应推测美军这些 包括了两栖登陆舰以及相关的航空母舰等等 他们的这种抗损能力 这都是一手的宝贵数据 其实在2014年2015年中文海军应邀参加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正式参加的时候 我们除了军舰参加之外 我们的电子情报侦察船一样是没有缺席 照样是在外围活动 那么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收集这些宝贵的情报 为未来我们的实战做好准备 那么因此美国方面也是非常头疼解放军的电子侦察船 但是由于演习的海域就在公海之上 确实也很难拿出什么正经的理由来阻拦 这个情报侦察船电子侦察船的抵劲 所以在这一些演习课目中 我们都会看到时不时就会有解放军的情报侦察船 来露一个小脸 可以说也是近些年来环太平洋军演中 中国军民们的一大看点 那么有人说美国的这个电子侦察机 包括这个情报侦察船 能够来中国的沿海进行收集工作 我们自然也能到这个美国的军演中 我们去收集我们所感兴趣的信息 那这话说的确实是没错 那么这些年中国的军事力量 逐步的向外迈出了我们坚实的脚步 像这些天 除了环太平洋军演中出现的电子侦察船之外 我们还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的轰6K 与俄罗斯的图95一起出现在了阿拉斯加附近的空域 那么这些对于美国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 甚至有可能因为中国的这一些 我们说合理的一些举动 去吸引或说调动美国军力的相关的部署 分散美国在西太平洋力量的投入 那么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 扣可往我意可往 那么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着我们整军备战的步伐 逐步的前进会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惊喜 大家对这些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朋友们去我交流 欢迎来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